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廣場的《現經》的討論 那麼我們今天呢 是繼續會講到神的供應的 神怎麼樣供應我們的需要 我們怎麼可以信靠祂 可以呢 沒有擔心、沒有憂慮 那我們這次呢 去回馬太福音33章 我們之前呢 我們曾經看到馬太六章呢 對不起不是33章 是6章33節 但是我們之前看馬太六章呢 就講到耶穌說 不要擔心、不要憂慮 因為神會照顧非鳥 又照顧伯伯伯 然後呢 在詩篇104篇 我們就看到神是在各方面都 很細心照顧不同的生物 去供應水啦 就讓我們有樹木啦 有油啦 糧食啦 還有呢是雀鳥成為 那些樹木成為雀鳥的巢啦 還有不同的環境呢 是有不同的動物在那裡居住的神 預備他們能夠居住在那些地方 還有呢就是有 太陽月亮的重要性啦 還有呢就是海裡面有很多的生物 都是神用智慧做的 是造成這個環境非常重要的一個平衡啊 其實我們空氣中的氧氣 就是這個循環氧氣呢 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是海洋的植物所做的 它會令到我們的空氣裡面有足夠的氧氣 那這些一切呢都是仰望神 那就是我將馬太六章那一段經文所講到神照顧飛鳥和白花 擴展到在詩編104篇呢就是神照顧不同的生物 如果神照顧那些生物 祂都一定照顧愛祂的人的 那我就也都在查詩編104篇的時候呢 我是用了一個方法是一個對比的 那個就不是由詩編104篇拿出來的 而是呢我首先由104篇那裡講到神做什麼功呢 然後這個對比呢就是神在屬靈的領域做什麼 就是其實是將聖經其他部分放下去詩編104篇對比 譬如水耶穌是我們的牌子給我們活水 還有祂是生命的糧 祂是生命的光 不是世界的光 祂叫我們得著生命的光 就是這些對比呢就是說 神在物質境界有預備的 聖經在其他部分都有講到 在靈裡面神的預備 這樣我們看到既然神會供應了物 祂也都會在自然境界裡面 在屬靈境界是供應信靠祂的人 一方面是有需要的食物 也都是會有俗面上的幫助的 今次呢我們去回馬太六章33節 好請怎麼會讀呢 是 馬太福音六章33節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是 OK 好 那這個經文呢 還有很多其他經文呢 都有講到一樣東西的 就是說呢 神的供應是給那些親近和遵從祂的人的 就是聖經沒有說到 只是信耶穌什麼都不改變的人呢 是可以得著各樣的福氣的 如果只是信耶穌完全生命沒有改變 甚至是不可以得救 我們之前曾經去查過這個得救必然的果子 就不是靠那些行為得救 而是真信耶穌必定有改變 那麼那六樣呢就是 我再簡單重複講就是 兩樣和救恩有關的就是 人會繼續背改離聚 和信靠耶穌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就是說不只是在信耶穌那時候做 是以後都會背改離聚 而且是信靠耶穌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那麼有兩樣和關係有關的 第三樣就是親近神 就是償在耶穌裡面 而不常在耶穌裡面的 就會好像枝紙丟在外面 枯乾人十來櫻著火裡燒了 還有就是愛神 若有人不愛主死人那座那咒 都是告訴我們 信了耶穌之後 親近神和愛神是必須的 不是得救的條件 是得救的果子 證明祂真是有得救的信心 然後呢最後兩樣是和行為有關的 就是來讀遵恆天父子的人才能夠進入天國 不遵恆天父子的人是神 耶穌說我不認識你的 然後呢最後一樣就是侍奉了 耶穌在馬太二五章最後兩個 這個比喻那裡有說到就是 如果那個人收到神給他的財幹 恩賜 埋藏在地裡面 不用的時候呢 他呢是被雕在外面 黑暗裡面在那裡哀哭徹齒 也就是說他沒有使用他的恩賜神給他的資源 他是會進入地獄裡面的 而最後的比喻就是綿羊山羊 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這樣呢是會進入為魔鬼 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榮果 所以呢 信耶穌必然有的六樣果子 我希望大家經常記得 但是我們不是好像用一種 好像壓迫的方法叫人來做 而是說呢 神真的有很多禮物的 神是時時都祝福我們的 時時加力給我們的 很多恩典給我們的 當一個人真信耶穌的時候 他真的說 我需要耶穌的救恩 神一定在他生命中做功 一定會祝福他 那如果一個人 他和耶穌是沒有關係的時候 他沒有遵從神 就是他沒有讓耶穌改變他 因為聖靈來到一個信主的人身上 一定是 感動他改變的 如果他完全沒有改變 就證明他的信心是死的 這樣的時候呢 他是不能這樣 但是當我們聽神的話 去遵循神呢 神是極度歡喜的 神是一定接立 當我們真心 就算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一杯水 都不能不得上次 就讓我們看到 神是很喜悅的 神也是提升我們的生命的 所以呢 我們 遵從神是一個最好的東西 去鼓勵人去遵從神 而不是 就說 你不做你就下地獄了 就是我們 用這個方法 但是這個應該是一個提醒 就是在我們的心裏面有一個提醒 就是說 當一個人繼續犯罪 比如有些人他堅持繼續犯罪 比如他是繼續犯奸淫啊 繼續去傷害人啊 偷竊啊 比如真是有些人去偷教會的錢的 這樣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是得救的 就是其實他真正 他真是沒有背心 他真是一定肯定不得救 為什麼我說可以不得救呢 就是如果他有悔改的心 他真是悔改 是神 看到他是真心悔改的時候 神是可以拯救他 不過呢 如果他一直犯這些罪的時候呢 他是肯定會有 在他生命中很大的破壞的 那如果一個人說悔改 但是其實他口說悔改 又沒有真正悔改呢 他是不得救的 就是不只是口說悔改 所以有很多人呢 他說你要悔改 那我就會說 我們悔改 然後憎恨罪和處理罪 對付罪 不再犯罪 不只是悔改 就是有些人以為 我就說耶穌啊 我悔改了 悔改了 我知錯了 我知錯了 求你赦免我 那他以為這個是悔改 這個是悔改的一部分 這個是奧悔 那奧悔也都是意思呢 就是說真的覺得罪是不好的 罪是破壞的 所以呢 心裡面是有一種很傷痛的心 然後呢 就會去 就是求主幫助去處理罪 是同神得利 OK 所以我們信主之後改變是必然的 是必然的果子來的 那而今次呢 這裡講到呢 就是說神 告訴我們 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神是應許祝福的 所以當我們 深信神的應許 神是答應的事情 他一定做的 我們就深信的時候呢 神就會做功的 那這個經文就是說呢 你們要先求他那些國和他那些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好了 那先求他那些國 到底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真的要了解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需要 從 聖經去了解 神的國 是什麼意思呢 那 從耶穌所講的說話 講到 歸天國 天國的比喻就是告訴我們 國是什麼 先求他那些國是什麼 那我們看 譬如 馬太十三章那裡講到天國的比喻 天國的比喻呢 耶穌就講到 鼓指叫 tornado 有很多人殺眾 有些落在石頭地 有些落在染土 有些落在荒土 那然後呢 那些落在石頭的呢 就啓叫來 把他搬掉了 那種子 那他就講到 一個種子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呢 就落在那個人的心裏面,但是他是光硬的,不信的 然後呢,有些就是淺土,沒有根基的 他很快接受,就是說這個人很快就信了 不過呢,他是沒有根基的,那他就一有幻想的時候呢 他就跌倒了,然後呢,第三種就是 驚激了,就是有世上的思慮潛財的迷惑 那他就把刀擠著了,就是他又是 不得救的,就是這三種的情況 那所以,然後跟著有好土,所以這裡告訴他 天國是什麼呢?天國就是人聽了道 會信靠,接受,給神的道 在心中成長,這個就是天國了 就是說,天國就是人給神的話語 在心中掌握他,叫他成長 那另外又有芥菜種的比喻,其實是 應該是芥種,應該加了菜 它根本完全不是芥菜來的,是那些芥粉 那種植物,是一棵樹來的 就是說呢,這個種子就很小 就比所有的種子都小 但是長起來呢,芥樹就很大棵的 就是這樣,那這個呢,就是講到呢 天國的增長了,就是說呢 神的道,一路擴展擴展,很大的擴展 好了,那另外有一些 比喻呢,就譬如那個 那些幣子,幣子呢,就是好似墨子 但是呢,就是墨子來的 但是呢,那些就 就是不能夠 不能夠收割到墨子的 就是那些是假的種子了 那那個伯仁就說 爲什麽,爲什麽我們 全民種墨子,爲什麽變了 生了這麽多的幣子呢 那麽,那麽跟著那個主人就說 因爲敵人,把這些呢 這些呢,幣子呢,殺了在這裏 那麽然後呢,就 那些伯仁就說 不如我們把那些幣子全部拔掉它 那麽,但是主人就說 好,因爲呢 我們不知道拔的時候 會不會拔錯了 所以就由得它在這裏 然後到末世的時候 末日的時候呢 就會來拔開它 墨子歸墨子,幣子歸幣子 那麽,所以這裏呢 給我們看到呢 天國一方面就是人 聽了神的道 有沒有真正的成長 因爲它收了魔鬼的道 那麽然後呢 就有末世的審判了 就是呢,將那些墨子和幣子分開 所以呢 天國也都是包括了 將來的審判 和將來的 新天新地了 就是神的國度降臨 那麽這個呢 就是將來的國度 就是有今世的角度 就是人有沒有信主 有沒有接受耶穌 有沒有成長 然後呢 將來耶穌回來 好了,馬太福音25章 就有講到天國三個比喻 就是呢 十童女,五個愚絕的 五個聰明的 那些聰明呢就是有有 有呢是可以代表救恩 或者代表聖靈的同在 那不是一定聖靈充滿 總之有聖靈的 那這個呢就是 嗯 在天國有份的人 就是能夠得救的人 是不只是一次信耶穌 而是他真的跟耶穌有關係的 那然後第二 第二個比喻呢就是 按裁判受審判 就是收到裁判 有沒有 中心使用 因為是埋藏 那那些中心使用的 得到主人的稱讚 那些沒有中心使用的 就會趕在外面 在黑暗裏面 在那裏開口切齒 那給我們看得到呢 就是 天國也都包括審判 就是將來 我們會分出 哪些人是中心 哪些人是中心的 又第三個比喻 就是綿人山羊的比喻 就是人聽到之後 他有沒有做在主的 弟兄身上 是行善 是侍奉神 去祝福其他人 那所以 也都是包括審判的 那所以如果我們 這樣看天國的時候呢 耶穌也都有講的 就是天國在你的心裏面 天國呢 是一個物質的角度 是一個 在人的心裏面 一個熟靈的角度 耶穌也都有講到的 如果我是靠著神的靈 趕鬼呢 就是神的國臨到 那就是說 神的角度 來到這個世上 就是神的 這個救恩的角度 也都是一個 有權力的角度 能夠趕鬼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 天國是包括什麼呢 就是 人會信耶穌 跟從耶穌 跟從耶穌 進入的 這個就是天國 就是福音的角度 那也都是人會聽話的 就是不是說 只是信耶穌 這樣就不聽話 因為呢 多個比喻 都是講到 它會 它會結果子的 它會使用它的恩賜 它會做在主的頂身上的 就是它會有結果子 也都在將來的角度 那所以 先求神的國 應該是第一 有個意思 就是說 我想多些人會信福音 信靠耶穌做救主 就是將天國廣傳 就好像殺種的比喻 要更多人能夠信耶穌 信耶穌 並且是 真是結果子的 就是聖經講到天國的比喻 不只是信的 聖經 聖經一方面有講到 信耶穌得榮生 不過聖經很清楚講到 信耶穌不會 只是得到信 就一定有行為的 如果信心沒有行為 是死的 就是我們看 聖經多處都是 有講得很清楚 信心一定有行為的改變 所以這個角度呢 一方面就包括 去幫更多人信耶穌 也都幫更多人去遵從耶穌 去做耶穌所吩咐 去使用我們的恩賜 去祝福聖英姊妹 去生命的改變 那所以呢 我將它這樣分開 就是天國包括 將人帶入天國 讓他得救 第二 幫助人去尊重神 也都是另一個意思就是 讓耶穌作榮 因為天國就是耶穌作榮的地方 譬如一間教會 是人說了事的 根本 神呢 就是 就是說話呢 在那裡不作榮的 是人說事的 那這個地方呢 根本是神的作榮 是少到不得了的 甚至有些是可以是靈的 譬如我聽過有些教會 他們是會 有些是靈性戀是可以的 有些 有些教會呢 是直接說呢 聖經呢 只是神的 啟示的一部分 那譬如天主教呢 現在他們官方的 的statement 就是他們的官方信仰呢 就是說 神可以在不同的宗教啟示 包括伊斯蘭教 佛教 和不同的民族宗教 聖經只是其中一件事 而聖經不是全本都是神的話 而是一部分 這些 的確是天主教的 他的那個 繁體綱會議的一個結論 我也都親自問過 天主教的神父 他們都說是的 就是他們不是信了聖經 全外神的說話 他們信了聖經 陷有神的說話 那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人呢 他不是給神作主 不是給耶穌作主 那時候呢 他就不是先求神的過 他是人的觀念去 去作同 那所以先求神的過 第一就是想多些人信耶穌 就會祈禱 多些人信耶穌 又去傳人福音 這個就是先求神的過 先求神的過 第一的意思就是 會傳福音 會為這件事祈禱 第二呢 就是說讓耶穌作王 耶穌作主 耶穌作主 在我心中呢 耶穌吩咐我會改 我就會改 耶穌吩咐我接服神 我就接服神 耶穌吩咐我遵從神 我就遵從神 讓耶穌作主 在我生命 在我的家裡也說是 在我的工作地方也說是 在我的教會也說是 這個就是先求神的過的意思 那另一個意思就是說 盼望耶穌快點回來 耶穌快快的回來 我盼望等候耶穌回來 那當然這個等候耶穌回來 就是千萬不要變成 哇 耶穌回來我不用做了 那我 我真是希望快點 今晚耶穌回來 那我不用再做了 就是不是這種心態 而是我們 學慕耶穌 好上去快點回來 OK 那聖經就說了 先求神的國 的人呢 神就將這一切 加給他們 也都 然後耶穌就加上另一樣 就是先求神的義 和祂的義 那聖經裡面 講到義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 就是遵從神的律法 就是義 那首先有基督的義 我們之前都曾經有一個 有一段時間查經 關於基督的義 和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是耶穌的義 在我們身上 就是耶穌所有的善行 他的完美 是加在我們身上 這個在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 那裡是很清楚講到的 我恩耶華大大歡喜 我要靠神快樂 因為祂以拯救為依給我尊賞 以公義為福 給我欺賞 好像新郎大上華觀 有像新婦背帝裝飾 就是講到呢 我們有神的義 神的救恩 好像這件衣服 在我們上面 而呢 是美得好像新郎新娘那樣美的 那這個就是 基督所賜給我們的義 是耶穌遵從了神的誡命 他將這個義加在我們身上 然後呢 也有講到基督徒所行的義 或者啟時也有講到 這個新婦 基督的新婦 在啟示六十九章那裡講到呢 這個新婦的世麻衣是什麼呢 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是我們所有遵從神的地方 所有做合乎神心意的地方 這些東西都成為我們的義套 這個是一個基督徒所行的義套 而將來我們應該就不是穿兩件的 不是一件就是基督徒的義套 一件是我的義套 我的所行的義 應該是放在一起 有基督的義 也都有我們的義 所以先求神的義的意思就是 我們求神的義遮蓋我們 求神赦免我們 也都將祂的義套加在我們身上 我們知道耶穌的救恩 不只是赦免罪的 祂是將耶穌的義套加在我們身上 在神的眼中我們就好像耶穌這麼完美的 所以先求神的義 就是我們很想耶穌的義遮蓋我們 因為我們承認我們是罪人 我們不配的 我們不可以完美的 我們做不到完美 所以我們需要耶穌的義套在我們身上 第二就是我們所行的義 就是我們都追求更加祝福人 耶穌鼓勵我們一杯涼水 給一個小枝也不能夠上次 但是耶穌的意思不是說 那你做完一杯涼水就不用做了 聖經其實說到我們應該遵從神的 在每一方面盡心愛神 也都說到犯罪是 不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一定有破維性的 所以聖經是吩咐我們 盡量離開一切的罪 盡量全面性的遵從神 那這個就是我們基督徒所行的義 但是我們做的時候也都不是一種壓力之下 而是說我遵從神是神喜悅的 是對我整個生命中的福氣 所以我樂意遵從神 不是一種壓力 你要做你要做 那要做的時候呢 可以很辛苦的 因為基督徒 你的心想些什麼也不行 你做一些什麼也不能做 有些人這樣解釋的 就是遵從很難 想都不能想 做什麼不好也不行 但是用這個角度就是說 當我們真心愛慕神 神的恩典就臨在 神的喜樂就臨在 神的力量就臨在 整個生命都無福 譬如有些人說 我喜歡看悉情片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當基督徒遵從神的義 真是去尊重女性 也都尊重她自己的太太 或者是丈夫的時候 神喜樂神祝福她的婚姻 反而她更加快樂 每個經常追求悉情緒的人 追求悉情緒的人 追求悉情緒的人 其實她變得很污衛 還有她的婚姻一定不好 但是追求神的義 她的婚姻是會無福的 她整個生命是無福的 耶穌就說 當我們先求神的國 就是說 想多些人得救 又帶她上耶穌 還有幫助人 讓耶穌做我們生命的主 在我們生命中完全掌管 我們也帶領耶穌完全掌管 然後就是追求神的義 就是有耶穌的義徒 不是依靠自己的義 而是耶穌賜給我義徒 所以我才能夠來到神的前 但是我們所行的義 就是果子 要分清這是果子 不是得救的條件 是果子來的 我也都很樂意去尊重神 結出這些果子 耶穌就說 當你先求神的國 這些一切就會加給你 那這個一切是代表什麼呢 這個一切不一定代表做富翁的 譬如普羅併是一個富翁來的 門徒初期教會的門徒 他們都是 不是大富翁來的 不是有錢人來的 他們都是 真是很委身事務實 並且他們都是 很多個都是殉道而死的 所以我們就看到 神的恩典加給我們 不代表我們是 就是完全是在享受 和一切沒有困難之中的 而是 神會祝福我們有聖 聖靈的果子 整個生命充滿平安 起落力量 恩典 還有呢 有更多機會去侍奉神 神起業 神會給足夠供應我們 我們能夠做到神分付我們做的事 這個就是神給我們的資源 給我們足夠的資源去發揮 神給我們的生命 也都是祝福我們 無論是結婚或者是不結婚 這個很重要 不是一定要 愛耶穌一定是結婚的 有些人是沒有結婚的 神會祝福他的單身 如果是結婚的 神就祝福他的婚姻 有些人呢 他經常都想結婚 但是又結婚到 他經常在痛苦之中 其實是很慘的 那有些人呢 結婚了 又經常很怨恨 哎呀 真是呢 那個配偶真的很多不好 那又是很辛苦的 那我們呢 就無論是婚姻 或者是單身 我們都感謝神 享受神 這樣的時候呢 就遵從神 那這個婚姻是 或者是單身 是享受神 我認識一個 姐妹呢 她 我是 就是 知道她的情況 她未結婚是很優秀的 其實都很想結婚 但是結婚之後呢 她也有很多不足 所以這個婚姻也是很不開心的 又後來她的丈夫是早死的 她又很痛苦了 因為沒有了丈夫 她無論在哪個階段 都在痛苦之中 那神是不是想我們這樣 神是想我們單身 但是 未結婚一天 我們都開心 平安喜樂 我們滿足於我們 在單身的情況 結婚 我們又滿足於這個情況 並且是 她真的愛對方 去找方法 怎麼處理婚姻 讓那個婚姻是不幸的 那如果真是配偶離世 我們都說 她在天堂 我是為她開心的 那當然人有憂傷 但是我們會接受這件事 就慢慢處理了 就不會一輩子 都在憂傷之中生活了 那就是無論什麼情況 都是能夠感恩 喜樂 還有一輩子 神賜 豐盛的恩典 那我又說另一件事 有些基督徒就說 我信耶穌 不過人家信耶穌 每樣都好 我信耶穌呢 婚姻又不好 人際關係又不好 我內心又不好 我又煩惱 我又要吃精神藥 很多樣的問題 她說 為什麼神會這樣對我呢 那麼我們有時候 就需要去反省自己的生命 到底我們自己 有沒有處理生命 因為有很多人 信耶穌的觀念就是 那些情緒不用管你的 信耶穌就可以了 那就不要去學習 處理情緒 也都覺得 我生出來就是不開心的 所以我繼續不開心 她是沒有給聖靈感動 她怎樣依靠耶穌 親近耶穌得喜樂 怎樣處理罪 放下罪 還有呢 需要懼怕人 因為耶穌說 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 怎麼樣呢 就是事於深信 神一定祝福我的 那這樣的時候 她的情緒會管理得好 她整個生命管理得好的時候 她整個生命是會有秩序 有神的祝福的 有時候有些人 她很聽神話 不過她依然有一些病痛 她說我很想離開 但是我又離不去 那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說 神的祝福不一定是傳染在健康的狀況 在不健康的狀況 好像幸禮止 神都使用祂祝福很多人 祂所寫的書幫助很多人 我們所認識的一個叫Nic 他是沒有手沒有腳的 但是他是很滿足 他有的情況 他很感謝神 他就在全世界都影響很多人 那這些都是一些人 他們沒有很多人 普通人有的條件 但是呢 他們都在他的情況之下 感謝神 他們可以榮爭神 所以有時候 我們榮爭神不一定在健康的狀況 有時候在疾病的情況 這個人依然是信靠神 有平安喜樂 都一樣可以榮爭神的 那我自己想到有一天 譬如我有一天 今要死了 離開世界了 我都會說 感謝天父 我就來見耶穌了 我很快見耶穌 你不用為我憂傷的 不過分離當然會憂傷 不過 將來我們都會一起的 你為我歡喜多些 你很開心 也不知道很想去天堂 現在就快去了 那你們呢 希望你們個個都忠心愛耶穌 將來你都很歡喜去天堂 就是我臨死 我都會是 說的話很正面 不是逼出來的 有些人說很假 這個不假 我真的很開心 我真的很歡喜 快點見耶穌 那我到臨死 我都會說 我見耶穌 我很開心 總之在任何情況 我都會接受 我的情況 就算我有病 我都說不要緊 在病的時候 會更加拿著耶穌去求神 神可以醫治我 或者減少我的痛苦 或者不減少 我都繼續拿著神 我都會享受神的存在 因為我深信 我們經歷四年中 會在任何時間 怎樣祈禱 就是怎樣辛苦 我們一愛慕神 都會有平安喜樂的 就算身體有痛苦 那我自己覺得 平安喜樂之中 痛苦是會減少的 所以我就會更加在病毒之中 更加拿著 OK 好 那我們今次呢 就講完這個馬太六章 33節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墨子和胚子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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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就是 這副的墨子 這副的的壁子 那裏 那裏 你就不會拿錯的 不過這個 應用在人身上 那人身上又怎樣呢 這個人聽了神的道 他又聽了魔鬼的道 他又聽了世界的道 那於是呢 他的裡面 又會 又說信仰道 不過呢 又跟從世界 那時候 神拿不拿呢 因為如果天使很快 就把這些人拿走呢 他可能會信耶穌 所以神在這個今世 他不會這麼快去審判這個人 神依然給他機會 因為他雖然可能受了世界影響 但他也可能裡面有神的道總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很... 我們人真的不能分裂到的情況 神也不在今世審判 神也等到將來專守 所以這個就是說 在眼前不能夠分辨到這個人 到底是否真是 以後都不能這樣 就是這個意思 那牧師我也有句問你 我想問 是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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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問那個信心 死的那個信心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那個什麼意思? 說死的那個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這個在打過書二章二六節 不是 這個 不是 這個是整個你說 他沒有信心的 他是死的 就是他的生命沒有改變那個說那個 沒有聖靈那個 是的 你一說是 是不是馬替二五章那個比喻啊 還是哪裏呢? 因為其實這些經文 你用口說出來的 就是說他沒有信心的 這個對上帝沒有反應的 這個是死的 我聽到這裏 雖然我沒有說到 哪國書二章二十六節 其實就是二章二十六節的觀念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就是這個意思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死的信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頭腦的信 信有耶穌 我用一個比喻 比如說 你信不信有月亮啊?信 信有月亮跟我們人生有沒有影響? 是沒有的 就是你信有的月亮 不會影響你做好人還是不好人的 就是沒有影響的信 這個信念 這種信是一種頭腦的信 你信不信所有的物質是由原子 原子就是不是原子筆那些原子 是很細很細粒的 細粒到不得了眼睛都看不到的 很細很細的成分組成的 你信不信呢? 科學家就告訴我是有原子的 那那個人說我信 但是信不會改變他做好人還是壞人的 那這個呢 就是這種信呢 對他的生命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如果有人信耶穌 信不信有耶穌?信信信 信不信有天堂地獄?信信信信 不過呢 完全沒有影響他的生活 譬如有些 講到黑手黨的人呢 他們都去天主教教堂告解的 就是他們有觀念 我殺了人我告解 那神就赦免我了 這種的觀念呢 真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他信耶穌 但是他沒有看到聖經講道 罪有破壞性 還有當一個人不是真心背過的時候 神是不會赦免的 就是他根本想著 明天我又殺過人 我今天就 耶穌要赦免我今天殺了一個人 明天我又再殺過 他這樣的心態去告解呢 是沒有用的 那這個就是講到 就是說他只是投腦信 那另外有些呢就是他信錯了 就是很多觀念都錯了 譬如有些人就說 信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所以我一次信過我以後怎樣做人都可以了 或者信耶穌得永生 那這句說話是對的 不過這個不是真理的傳統 有些人就只是信這句 我信耶穌得永生 我只是信的 我經常都是信的 不過他又不離開 他又不會改 他又不離開罪 一樣是這樣罵人 一樣是這樣看色情片 一樣是這樣賭博 一樣這樣偷東西 那時候呢 他不是真的信了 因為他沒有影響到他的生命 就是真信耶穌就是說 我真是承認我一個罪人 我知道罪的可怕 我知道耶穌救恩的寶貴 神真是將來做審判 是有天堂地獄 天堂是非正常美好的地獄 是很慘的 我呢絕對不想去到地獄的 我絕對是想做神吩咐的東西 由神又喜悅的 我亦都回應聖靈的感動 聖靈感到我背景聽神的話 遵從神 自奉神 我就去遵從 那這個就是一個活的信 實際上有一個個人的關係 會回應他 那這個就是活的信心 OK 那我想問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呢 我發覺自己呢 已經不是很愛神 不是愛神了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個情形呢 都好幾年了 因為去關心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沒有反應的 令到我很氣餒 接著呢 就開始慢慢 聖靈提醒我 要去關心 主動去關心人 和愛兩個女兒 但是呢 我自己又沒有聽從 但是我發覺我愛神的心呢 是淡了 沒有那種 很熱切愛神的心 我已經有教導過就是呢 親近神遵從神 事奉神 離開罪的動力 四弱 就是所有我們跟從神的動力 四弱很簡單的 第一 神很愛我們 還有祂有能力 凡事都福利 第二 神是將我們變為尊貴 神體重我們 我們很寶貴的 第三 信靠神 親近神 遵從神 事奉神 一定是回復 神一定會恥福的 正經講到真心這樣做一定會恥福的 第四 不是這樣做 活在最終 沒有親近神 沒有遵從神 一定會入何為定 那麼我們就告訴自己 神長官一切我走不了 就是不會走雞的 神一定看到的 如果我愛神 這個人可助 我就是很嚴重的 我們去愛神 我們應該最主要的動力來自 恩典 神這麼好 神創造萬物這麼好 我們每天都享受神的東西 地獄再沒有這些東西 地獄沒有水 沒有食物 沒有空氣 就是有些人去形容 沒有水是聖經有講的 沒有食物 聖經沒有講的 不過我們也想像是沒有食物 沒有空氣 聖經沒有講的 不過有些人去地獄的經歷 總之地獄什麼好東西都沒有 那麼我們就說 如果一個人不愛神 是可以去這種地獄的 那麼我就千萬不要去 不要緊緊得救 我是真是愛神 神一定是歡喜的 神就為我預備 我想都不想到的恩典 神真未曾想到的恩典 所以我就鼓勵自己 那我想自己好還是不好呢 我想是不是自己蒙福呢 是不是得到神的喜悅呢 我真的想的時候 我一覺得自己好像對神冷淡 我就告訴自己 神這麼多好東西 我們數一下神這麼多好東西 聖靈感動我 我不聽話 神都感動我 神一直幫我 神這麼好 我就聽耶穌話 我就愛耶穌 就是我們去說服自己去愛耶穌 都是最好的事 於是我們就開始去感激神 看看神做什麼 我們就感激神 我們又經常去愛慕祂 學慕祂 又親近 愛神包括什麼呢 信靠祂 所算祂的恩典感激祂 去親近祂 去愛慕祂 就是搬起祂 去遵從祂 去侍奉祂 這些都是愛神的表現 愛神不是就是 啊 我很愛你很愛你 是一定 是發自內心 一定有整個生命的行動和改變的 那你就說服自己的改變 那也都在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靈說服我們的人 我們贊給神 神就叫我有這麼大的動力去親近人 那這個就是 我給你一個簡單的回答 如果再要詳細的 我可以再告訴你 OK 好啊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一下 那 將來可能我們有機會再去探討 關於神的國 因為呢 有些人呢 就經常說神的國就是千禧年 但是我們發覺耶穌在說千禧的時候 完全沒有提千禧年 就說到主要是一個神的國就是 信靠耶穌的人進入這個神的國 他們都是遵復神的 還有呢 將來他們會接受審判 是會進入一個榮幸的國度 就是 聖經講到耶穌講到是這樣的 雖然在啟燒律二十章 有講到一千年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另外一個話題 不過就是 從耶穌 因為有人跟我這麼說 他說呢 每次講到 圓你的國降臨 他就想到 圓千禧年降臨 哇 耶穌講這麼多 同來沒有講到千禧年 其實 聖經講到一千年 但是沒有說到這個千禧年 千禧年的名字是人家上來的 是一千年 這個一千年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另一個大的話題 我們這裡今天不講 不過呢 耶穌講到 啊 神的國 是講到 人怎麼信也都 真從神 我們將來 我們面對神的審判 將來的 永生 啊 神的國 只是永生那邊而已 地獄那裡就不需要 神的國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神你賜給我們 很確實 牧師 牧師 我還有一點點要問 還有一點點 OK 我想問一下 救恩那裡呢 是不是 就是我都有這個 這個觀念 就是覺得信耶穌就得救了 我經常在這裡徘徊 不明白 就是什麼叫救恩 就是很明白 救恩其實很簡單 就是也都為他們釘死 付了罪的代價 我們應該受盈罰 但是也都為他們受了盈罰 而當我們真心背改 真心求耶穌正 我們就有這個救恩 救恩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神在永恆已經預備 耶穌來拯救我們 這個就是神預備的救恩 而我們領受這個救恩的方法就是 背改信救耶穌就得了救恩 得了救恩 我們就必然不應神了 那些就是救恩的果子 就會有結出的那些果子 救恩本身的福音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復活 升到天上 就是不只是死了 就是如果只是死了 沒有復活 就不是承傳這個救恩 耶穌又死了又復活了 升到天上 並且將來要回來審判萬物 就是耶穌為我們 完全承傳了這個救恩 真心背改信救耶穌的人 就必定得了這個救恩 而這些人一定有果子 那跟行為那裡呢 那為什麼說行為 就是聖為耶穌又要靠好行為 不是靠好行為 就是不要靠好行為 而是真的會有果子 果子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因為信耶穌 但是呢 他不知道罪的可怕 因為聖經有恩典 福音和律法的 那個人只是信福音 恩典 沒有跟從律法 就是我們一樣是跟從律法的 我們不是靠律法清言 但是聖經是吩咐我們 盡心盡勝愛人 愛人自己 吩咐我們離開罪 這些聖經很多經文 都保證了講到 我們是要這樣做 並且不是這樣做的時候呢 聖經警告 有人不愛主 有人可做可就 如果不遵從神的 不能盡神的國 那這些聖經 是很清楚 講給我們聽的 但是聖經就講到呢 就是說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聖靈在我們裡面 推動我們 我們真得救 聖靈也會提醒我們的 它就會提醒我們 會改變 所以是一個果子 就是得救之後的果子 就是一棵樹 它會有結果子 它不是靠那些果子能夠生存 它是有生命 然後有果子 它是有生命 就好像比喻我們的救恩 它有生命 然後有生命的樹就會結果子 那人有生命 有耶穌呢 因為聖靈追著在心中 不會不做事的 它一定會感動人 它繼續回應聖靈 它一定會聽耶穌的話 如果它不聽耶穌的話 聖靈就會離開它的腳 就是它信耶穌 但是它一直犯罪 又不悔改 聖靈就會離開它 它就已經不是一個得救的人 那得救的人 它必定聖靈是它 它又回應了 這個就是得救的果子 它的後果 後果 不是一個條件 不是靠行為得救 今天很清楚講到 《二不所書》二章八字十字 不是靠行為 不是靠自己的 OK 好 即是我們 我們如果不聽不懂的話 聖靈都會離開我們的嗎? 一路不會 那是會的 遲早會 又不是馬上會 不過遲早會 所以我們 如果真的離開了 怎麼又可以有信靈呢? 離開了也有背改 始終都是 我們只是背改的 不過我們 我們真的不要離開神 因為為什麼呢? 聖靈是有警告的 到底這個警告是怎麼應用呢? 我們 就是 這個是有爭論性的 因為聖經在希伯罗書是有講到的 就是如果 離棄 離棄真道 離棄真道 就不能夠叫他 同身 得著 救恩 就是 但是這件事情到底是 講到他 就是他 是怎麼刻意離開 還是他是 軟弱離開呢? 那我們不肯定 因為有人就覺得這個是 洩毒性 才會 是真的離開 所以 這個 在希伯罗書 就是六章六節那裡開始講到的 其實在由 第四節開始講到的 蒙了光照 嘗過天恩的滋味 有於聖靈有份 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 各不來世權能的人 若是離棄道理 就不能叫他們重生奧退了 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 重生實際間 不懂得羞辱他 就是聖經有警告我們 不要離棄真道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軟弱 那他有一段時間不回教會 那他是不是真的離棄了呢? 我們又不去判斷 總之他的心仍然想得救 他真的會悔改 信靠人都 又會跟從人都 那他證明他都沒有失去了救恩 失去了救恩的人 是不會再想得救的 所以我們不要輕輕地離開神 我們要知道這個東西是非常嚴重的 嗯 不要離開神 不要離開神 因為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給我們這麼大的恩典 就算我們有的東西 現在有的東西 我們享受的東西 全部都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有水有飲食 我們有生命 我們身體有健康 我們有這個環境 什麼東西都是神給你的 聖靈感動是神給你的 將來的天堂是神給你的 我們真是說神啊 我有一切 我為什麼不去感謝你 為什麼不去愛你呢? OK? 我還有一點點問 一點點問 我覺得 我自己很容易用感覺去感覺聖靈的 不過我覺得 我有個姊妹宣教 我裡面就有一個很大的感動 想捐一筆錢給他 又不算很多 那我裡面有個感動 是不是聖靈都在我心裡面? 就是我自己做不到的 就是他感動我自然 但是你 是不是聖靈的感動? 在我裡面 你不會只是憑一件事的 這件事可以是 但是也很重要的 你整體 譬如你犯罪 會不會覺得舒服 你想背改 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聖靈感動 你真的犯罪覺得是不對的 你很想背改 這個就是聖靈的果子 還有你會想遵從神的 神在裡面推動你 你遵從神 去愛神、愛人、教書人 關心人 去傳人福音 去幫助人更加愛主 又幫助教會 這些就是 神在你裡面的動力 你有這些動力 就證明你有聖靈感動 就沒有離開了神 就是你軟弱了 和以前軟弱了 不代表你是離開了神 軟弱了是可以再一次幫神 OK 好 我遲些再過別 再幫助你 OK 我們一起祈禱 OK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聽我的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神真的很愛我們 主耶穌我們感激你的大恩大愛 耶穌我們多謝你 因為有神凡事足 有耶穌我們凡事都可以無福 求主詩恩祝福我們這個生命 幫助我們走在神的計劃之中 完全的 將神放在手裡 感激神 先求神的國 和你的義 你就是很歡喜的 我們很想多些人信耶穌 我們帶人去信耶穌 還有我們也讓耶穌作禍 在心中讓耶穌作禍 這個就是先求神的國 求神的義就是耶穌的義 並且我們遵從神的吩咐去行 神所吩咐的一切 這個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當我們求神的義 自己也都遵從神的時候 神是將這一切都加給我們的 我們需要一切 神會賜給我們 也賜給我們熟靈的力量 熟靈的喜樂 機會去侍奉你 能夠去榮耀神 祝福人 求主詩恩更新我們的生命 與我們同在 幫我們成天深信 神一定會供應的 雖然我們本人 一定是順我們的責任 不是說坐在這裏做工 神就會將那些錢擠下來 而是我們 當我們先求神的國 來的義 神會給我們機會 我們工作 叫我們有入息 或者我們有心去侍奉的 神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以至我們能夠去侍奉神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既然神是掌管一切 一切的恩典在神的手中 所以當我們聽神的話的時候 神一定供應我們的 神一定祝福我們的 多謝天父祈禱奉耶 宗明 阿們 OK 我祈禱的時候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說 我先求神的國同的義 我什麼都不做 我和別人的關係又不好 我做真功很快被人解僱 又沒有供應 他都反省了他的生命 因為他沒有先求神的義 因為為什麼呢 他如果遵從神的義 他就不會經常做工 做得不好被人解僱 這個都是 求神的義 也都包括在我們所有的犯人 我們做事都會盡我們的責任 做得最好的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繼續在WhatsApp那裡問 多謝大家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同在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